大家好,我们的主题是 五天做地球,亮出胡耳心,运行向前行,贴近顾客群 以上是本组的目录 研究动机 本组在选定主题时,与云林良品网站认识到胡违酿 因为第一次而闻米酿味世纪这样的产品 而引发组员们的好奇 想要深入了解胡违酿老板是如何把台湾的米与酒形成地球文化的结合 研究目的,了解胡违酿的理念及消费者行为 设计行动霸台车,公司刷压课程及专属APP 供胡违酿参考 以上是本组的研究流程 研究限制,本组成员未满18岁而无法体验DIY活动及品酒 除了商管领域外,本组还很跨了 广设、餐饮及素养领域 台湾以酒人数比例为各半 且威士忌出口总量近三年来,台湾皆占前四名 你知道在云林县有一间米酿味世纪的胡违酿吗? 真的吗?那我们去看看吧 胡违酿老板是云林人 原先从事酿酒设备的研发 因为需要长时间的维护,所以才转型 应对胡违有着特殊的情感 因此秉持在地米酿 地球文化的理念 百分之百 选用台湾在地农产 纯酿及化学添加 想借由产品传达台湾这块土地的味道 酿造出消费者口味的记忆 所以胡违酿由 基因酿造手之称 以上是全制动酿酒机及粉组担任活动志工的照片 SWAT分析 优势定期举办DIY课程 劣势约制知名度不足 机会饮酒人口甜轻化且成长快速 威胁消费者需要时间接纳米酿酒 STP分析 以愿意接受创新的壮年为目标客群 市场定位为无添加高品质及退众在地里酿至地酒文化 行动办台车 本主义资料收集时发现 国内露营车销售量每年创新高 露营客群以30到49岁中高收入为主 符合汇饮量的目标客群 建议不饮量设计行动办台车 接近露营客群 让消费者感受到花间一壶酒举杯姚明月的心境 并在三间举杯的同时寄住不饮量的第九箱 本主透过跨领域选行 制作行动办台车 利用纸板及封扣板进行三次实作 以上为三次实作的照片 公式输案课程 根据公商时报报导指出 有96%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处于压力之下 且台湾的压力指数在全球排行第二名 因此本主建议不饮量设计公式输案课程 在设计公式输案课程前 本主利用电访询问公司开课医院 其中共有五间公司室友意愿的 以上是本主设计公式输案课程之流程图 本主请教长荣桂冠调酒师 一同设计调酒流程及食谱 并邀请老师们一同参与本主设计的输案课程 专属APP设计 为了让消费者更了解呼吟量的商品 增加曝光度 本主建议呼吟量设计专属APP 且增设会人质提高回购率 此图为本主会呼吟量设计的专属APP 原作目的达传度百分之百 文卷说明 本主针对消费者发放113分文卷 文卷回收率百分之百 基本资料 受测者年龄分布于36到35岁 有超过半数的消费者不认识呼吟量 本主针对收支呼吟量的消费者进行实测 理念支持度价格问相及DIY活动买度 皆达6成以上 结论 本主经由实地访谈 顺路了解呼吟量的理念及特色 在访谈中也发现 附近的居民未曾听闻过呼吟量 也在问卷分析的结果显示 呼吟量的知名度低 另外 本主也发现 消费者偏好DIY需压课程 但因为预约至参观 限制了来课数 本主为呼吟量发想出强而有力的 Slogan 顾客不来 呼吟量出走 并提出呼吟量出走策略 建议 呼吟量出走策略分为短动长程 短程为 正在中南区展翅 中程为 设计行动吧台车 长程为 设计公司 塑阿克城 以上是呼吟量之问题点击改善对策 签与老板讨论后 本主一可行星高低 给予一只五颗星 以上是本主的专题研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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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